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好朋友来到谷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陈金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行情总是在恐慌当中 让你这破胆的时候 其实它就悄悄的诞生了 那 没错 老师 其实你在这一段时间 节目当中讲了很多 这是全市场听不到 而且让很多好朋友们竖起大拇指 太精彩 太精彩 太精彩的内容了 那今天我可不可以有个小小的请求 请老师可不可以把这些影片 很精彩的影片 那我们可不可以放在Light群组的首页 可以 让好朋友们你可以直接加入 小老鼠HIH888 直接扫QR Code 小老鼠HIH888 去首页就可以看到 包括老师你上次说的 长榮他们家的这个航运 应该是航运三雄 航运三雄他们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包括之前老师讲的 简织的题材 简织有三种 丝织有两种 简织那三种怎么看 然后呢 还有包括像昨天 昨天也很精彩 英国竖起了他们的那个 白旗 白旗他们决定要 要投降 决定要救世了 决定要印钞了 这些内容都好精彩 所以我们放在Light群组的首页 您可以直接来看 这些非常精彩的内容好不好 直接加入小老鼠HIH888 或者是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想报名 澄清下午茶 老师您昨天又有 下午茶时光了 对 没错 拍了帅帅的照片 有 那一杯看起来也很好喝 那一杯也很棒 那是奇异果吗 奇异果 苹果 凤梨 这三个组合真是好喝 很香吧 因为凤梨也香 奇异果也甜 好赞喔 所以想预约澄清下午茶 不单只是有美味的佳肴 而且还有老师本尊 跟您聊人生 跟您聊投资 好 一样可以加入Light群组 报名 澄清下午茶 喝的是下午茶 对 聊的是人生 对 聊的是人生 真的 还有呢 还有投资心法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先来看今天的盘势 继续破底 这个月9月份 从9月开始到现在 一路下跌 从今年2022年年初 一路点到今天 昨天我们讲了一段 昨天我们讲了一段说 指数在破底 对 可是很多个股已经怎么样 悄悄的 已经落底 行情在恐慌中破底 对 但不代表你的股票会一直破底 我说有的股票早就领先 比如说什么消费型电子有没有 有库存 那是从去年下半年就在跌了 对 就跟你的阳明跟长荣一样 从去年的7月 爱到最高点之后 到现在 对不对 都破底了 你看到这两天的券单 一直在增加 我就觉得你干嘛不在200空呢 你到60你拼命在空 到底在干嘛 你是准备又要再过一次哈啰人生吗 对不对 200拼命追 然后现在50 60拼命杀 杀不够还怎么样 杀完了没股票 看到他得 不然怎样 来做空好了 是不是 可是呢 我们发现这世界上 往往跟你想的不一样 没错 为什么 因为巴菲特只有一个 古神永远就这一个 巴菲特只有一个 为什么 他常讲怎么样 人在贪婪的时候他怎么样 他在见慎恐惧 他恐惧 对 别人在恐惧的时候 人在贪婪的时候他在恐惧 所以去年7月 你们在贪婪航运的时候 我在叫你要恐惧 对啊 那没有人听我的嘛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敢去上了 铁拿尼号 是不是 现在怎么样 碰到冰山了 现在怎么样 拼命跳船 对 现在都要拼命跳船 那万一铁拿尼号 这一次 那个漏洞补起来了 或者他们转过冰山 给我继续往前航行 你跳完了就发现 又是一片 你跳完了就发现 我怎么那么傻跳下来 好像又没什么事 对啊 对不对 风平浪静了 行情就在最恐慌的时候 然后在你恐慌的时候怎么样 外面就是一堆的力量 换什么 八爷爷 又要贪婪的 对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只是你做不到 问题是怎么样 大家都不会做 做不到 所以我才告诉你嘛 全世界充满恐惧时 你要选择站在 人少 人少的那一边 你觉得你都听得懂 你不会做 为什么 知意行难 很难嘛 但我不觉得难啊 现在的财经节目 现在的报纸 全都是黑天鹅 全都是利空 真的 怎么去年在最高点 你最好买 你最大胆把你的钱 all in 进去的时候 干嘛不这个时候咧 利多飞时满江红 利空来时面生轻 愁场古事多空扰 晨晨看得起清明 我今天的节目你要看进来 好 因为有一个千古不变的自负道理 可是重点怎么样 你听了 那你听得进去吗 你听不进去是因为 你选择站在多数人 人多的那一区 人多 多数人看法的那一区 我就说跟去年行情大好 的时候 我说我一张航运都没有 对不对 我被你笑没关系 但是多少人 多少人那时候说 你不买航运 那你跟人家混什么台北股市 你还做分析师 那是笑死人的 那是笑掉大牙耳 那就跟什么 跟两三天前的 上礼拜的北极星不是一样吗 当股市在跌 就升级股在涨 就那几档在档的时候 每一个都讲的 他有这一支 那现在咧 唯恐闪是不急 对不对 闪了吗 没闪了不是又回到原点了吗 对 那不是又是怎么样 红尘来去一场空 是 你在底部买上去没卖 顶多回到原点 你没什么亏 问题是你没有 就是我讲的 你看到现在生技强 你去砍掉你不要的半导体 砍到天天被人家当老鼠 过街老鼠寒打的电子都已经来到历史低点了 你还要卖掉再去追右上角 结果 就是爱在最高点 财富在腰斩的半 对不对 所以 我跟你讲 昨天我是不是才用M31跟你讲 是 我讲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北极星好了 好 来 北极星 北极星对不对 嗯 好吓人 这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代表啊 你不买这边 嗯 晚上的财经节目 早上的财经节目 从早到晚 都在跟你讲 都在告诉你现在 北极星解盲啊 多好多好 现在告诉你细胞治疗的股票多好多好 对不对 好齁 好惨 回到原点 摔好重 我说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 在底部 底部或整理对不对 对 都这样的 已经右上角了 你就再死一次 嗯 是不是被说中了吗 嗯 我不是这边才跟你讲喔 我是不是在这边告诉你 提醒大家 不要去买右上角 是 我一直在讲不要买右上角 有没有 心法都这样 你都觉得这种行情里面对不对 可以有这样的股票 那真的是人生难得 几回文啊 就是 很难得碰到一个 千载难逢 能够再遇到一次让你大富大贵的机会 对不对 此时不把握更待何时 把握是在这边把握 不是在这边才在把握 嗯 好吗 懂 结果怎么样 大富大贵没遇到 对啊 财富怎么样 难 仅存的 一点 红尘来去就一场空 再亏一半 好 M31 很惨喔 M31 来 来 我昨天是跟你讲说 我们当初带你在这边买 对二字头 我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几个月前我们在那边 五月那一波我们带你做高价股 我们在那边有赚一趟 五月底喔 赚两三趟的 对 价差不多 大概五块 十块 十多块 二十块价差 后来这一波下来 我们有一层的资金套在这 对不对 可是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怎么样 再买 是不是再买 好 在这边再买 我说这个地方 你看到它是破底 对不对 这边已经先破这边了嘛 破 下来再破 我跟我讲说破底不要杀 三头斜照 却相赢 我在这里我都看好这支股票了 我到这边我没有理由怎么样 反过来看坏 对 我说我看好股票是这一档股票 我认为未来会有爆发力 那赚多赚少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会有大爆发力 看好这个产业 对不对 如果行情大好应该会很飙 行情不好那就小飙 好 那我就期待它一定会有一个 有一波行情上来 行情上来 对 管小行情大行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再买 好 我昨天还跟你讲 我说我已经95了 飞龙在天了 你不要再买了 再买你就抗龙油毁了 上九就 对不对 飞龙在天了 对 不要再买了 再买就到上九了 抗龙油毁 我说钱挂里面 从初九 九二九三九四 九五 上九最好的一个摇在哪里 九五 最好的挂在九五 对 你不要再期待上九 那就抗龙油毁了 对不对 上九 抗龙油毁了 对 下来 所以你要买在哪边 初九 对 初九 就是一堆利空的时候 也不是买在抗龙油毁 买在初九 所以从头开始的时候 有没有 对 打底 做浅龙嘛 对 浅龙物用嘛 是不是 然后 我昨天才跟你讲说 你要跟我买在这边 是 我说这个已经到这边不要了 我说现在有没有很多股票买在这边 有没有在这边 有 对不对 我昨天不再跟你讲吗 这波下差其实很多股票都跑到右下角来了 不管好股坏股 通通都跑到右下角来了 但是你要懂得去挑 从产业去看 我说 马丁 我们现在 我们的马丁最近没涨 我一直跟你讲你可以接受 你愿意像M31这一档跟我迎接下一档 有50%一倍获利的 你跟着我慢慢来 我们慢慢进场 你跟我慢慢来 为什么 因为你要布局在低点 对 相对低点需要时间去磨 你今天起磨 你来找我 对不对 你喜欢赚快的 而像北极星这一种的 快进快出的 是不是 或者M31要在高档才带你去做的 快进快出 为了赚5000一块 要承担怎么样 掉5万10万的风险的 来 急功近利 上下左右都有你去 请走他路 但是你可以跟我熬的起来 你来 欢迎 所以我跟你讲嘛 我们这三档马丁嘛 对不对 马萨阿利古嘛 巴斯街古嘛 这都是我三台爱车 来 结果你看 我昨天才跟你讲有没有 我说 你要 像当时我带你做M31一样 你们有一些是新 看我节目 新朋友 你这边 听你这边唬烂 现在涨上去 你就说当初你买在这边 麻烦你去看我 7月的节目 都在YouTube上面 7月8月 你就直接 古海大丈夫 然后你去搜 你把日期弄进去 你直接去看7月 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都可以看得到 7 8月都看得到 没有人在讲M31的时候 全中华民国分析师 就有在讲M31 是 那其他在讲M31的是在带你做空的 对 有一个注音开头C开头的分析师 对不对 220代人家空 后来到300多了还在怎么样 还在凹 做多凹单你不会不见 除非下次还有机会回来 做空凹单怎么样 那就是会归零告 会归零 对 你还搞不懂 所以我跟你讲说 这边我都已经走掉了 我都不做了 我都重新再找一个 之前我们做在这边的股票 我说你要不要 你要吗 昨天才讲嘛 是不是在昨天结尾的时候 没错 我才讲你要不要跟我做这边的 是 有没有 我昨天才跟你讲 三档超跑股 来今天 今天这一档 油门踩下去 马丁股 有 我昨天才跟你讲 是 我说你要能够跟我买在这边 买在山头鞋照 买在哪里 山头鞋照 我都敢把K线秀出来给你看去找 而且老师现在很多次都是这种K线 对 那你敢买吗 对啊 你敢买吗 买了之后你能抱得住吗 买了之后你能抱得住吗 你这边你拼命追 你这边你拼命追 这边怎么样 都杀出来了 都杀出来了回到原点了 你没有觉得这就好像 真的是 你没有觉得这就像 那个什么 这是长线 你把它弄成月线 你把 你把它弄成月线 你没有觉得它就很像什么 来北极星 有没有 这样上去这样下来 是不是 好来 把时间拉短的话就这样 那你现在北极星你还要砍吗 诶 你现在还要砍吗 老师你的观点总是跟人家不一样 你真的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很多人想 我怎么样可以把北极星赶快出掉 赶快卖掉 你这莫名其妙 追200砍100 我跟你讲我不做生计股 所以我也不会带我会员买北极星 你们也要做自己去做 好 重点怎么样 看好的产业 当然来到了这个位置 对不对 现在 只是不买更再合适 高点拼命追 你这边你不买 那你要什么时候买 老师6600耶 有人说6600耶 昨天还在讲6600 那你台积电你等30 因为雷曼那时候39 记得 最低39 台积电你等39 好不好 如果你等得到的话 恭喜你 你真的要大富大贵了 真的 如果真的跟你等到 可是你敢买吗 真的等到了你敢买吗 到39还是有人恐吓你 对啊 如果当年雷曼岛不是全世界要世界摸日了吗 大家地球都不要住了 对啊 你看可以跳离开地球最好 那就要跟着马斯克 地球要爆炸了 跟着马斯克一起去火星 所以你看马斯克聪明啊 去火星了 现在要做火箭啊 去火星就 去火星就没有股票了 去火星就活得比较好吗 不知道 每天带氧气照顾自己 你觉得这样也比较好吗 好了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 老师带你找寻的 山头歇照 我昨天还跟你讲嘛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做 我七月带你做的M3要一样 坐在低点 坐在底部 不要说重新走一个大多头 随便一个反弹那也是50%一倍 所以M3要我都撞完了 别的分析是在高档跟你凑热闹 为什么投心还没走 投心还没走 你就觉得投心没走 然后他就会在那边坐 投心没走他也没急啦 你要等吗 等他要拉下一波吗 那你在你等他拉下一波 搞不好我们这档已经怎么样 又往上走咯 往右上角走咯 又冲出去啦 你在高档你才去买M3要 你撞不到一倍 但是如果你买在山头 对不对 你现在换过来跟我做这一档 他一下子往下冲 你可能M3要你还没赚到钱 我们这一档怎么样 搞不好接着再赚一倍了 赚50%一倍了 老师我可不可以偷偷讲小秘密 我们这两天不是进场了吗 有没有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有进场 对 其实这几天老师的动作 是不是你们都知道嘛 对啊 一直往下 我讲我为什么不把coaching公开 因为我们还在试试 因为我太早公开 对不起我会员啦 当初M3要就这样子啊 对很多人就猜出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现在 你猜得到我让你猜嘛 反正你去抓 这一档今天 很强 可以涨7% 很强 今天大盘跌 今天破底 这一档石当石头丢掉 那万一两年之后这一档让你赚五倍咧 你记不得我怎么跟你讲的 好吧 你再看一下 我说我要做什么 未来趋势成长 对 现在不管什么低轨道卫星 对 什么高速传输 等等 高速传输 高速运算 对不对 对不对 车用等等 人工智慧啦 过去对不对 被大家当神对不对 捧上天 现在被你怎么样 丢出来 现在 什么高速传输 什么高效运算 通通丢 什么人工智慧 什么5G 6G 什么低轨卫星 全都是 对不对 TMD个P 是不是 听你们讲那些鬼话 大盘叠还不照叠 而是 是叠 重点呢 但你要听到但是 but 但是 这一波生息利空结束之后 这一波生息利空已经逐渐在动画了 对 对不对 我讲动画之后 先冲出的 钻石还是钻石啊 今天天鹅跑去丑小鸭里面 混个几年 它就是丑小鸭吗 不是啊 未来还是天鹅 长大才发现 天鹅终究是天鹅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你知道什么叫犁猫换太子 嗯 这个时候就是你犁猫换太子的时候 嗯哼 你听懂没有 把你想要的 石头去换成 被人丢出来的钻石 赶快去换一下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好 我这两天不是说我养七彩神仙 对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七彩神仙 你们自己去网络上搜 嗯 七彩神仙是 淡水鱼里面 算是最难养的 嗯哼 比较娇贵的 老师挑都是 要叫观赏 观赏价值 要挑都是挑最难的 我不是养了两年多 对 对 总算生出来了 欸鱼子鱼顺 那一对 那一对公的母的鲜鱼 就是父亲的鲜鱼 嗯哼 生了好几次失败 后来总算生出来了 而且怎么样 那种鱼仔一定要有鲜鱼带才会活 哦 如果没有鲜鱼 去吸鲜鱼身上的鲁汁 嗯哼 你要直接把它捞出来养 你是养不活的 所以一定要鲜鱼带 如果鲜鱼不会带 那你生出来这一胎 肯定就等着挂掉 哦 等着死掉 哦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来 我家里有好几对 嗯哼 各种品种都有 是 什么红盖啊 蓝筐红盖啊 地图啊 哈哈哈 而且地图大家比较喜欢 特别红色地图 哦 过两天我拍到脸书上给你看 好 我那一对地图哦 生了但是都不会带 他不会养 不会带 会生不会养 对 会生不会养 现在很多爸妈也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 生了小孩不会养 不会养啊 好 所以那个你说 小孩真的蛮可怜的啦 对 没错 幸福的 你生到会养的 会照顾的 嗯 素质高的 从小 今天正好我一个清代会员 给我一个那个什么 那个 他们族科有没有 不是有那种很强的家长群组 大家讨论怎么带小孩 对不对 从小就给小孩最好的素质 对不对 你的小孩 我的 你现在看我节目对不对 嗯 你的小孩天天看我节目 嗯 增长 他的心理素质就提高 当然 对不对 嗯 他讲话 常常跟你怎么样 国学 跟你念一首诗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这就是跟着蜜蜂找花朵嘛 对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的小孩 在一个环境里面 天天都是有没有 叉叉叉 对 是不是 这就是环境 这就是环境 我们跟小孩讲话 三不五三两句就是来一段诗 对 就来个成语 是 是不是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是不是 骑马乙邪桥 对不对 满楼红袖招 是不是 就是这样啊 环境造就出 要翘春风吹酒醒 惟惧山头邪造 雀相迎 回首向来销色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老师你真的是也造就了 好多我们粉丝 大家都开始现在会淫湿啊 好 我刚从养鱼 我就告诉你 什么叫狸猫换太子 是 不是不会照顾对不对 正好两对鱼同的时间生 那因为那一个红盖呢 已经会戴了 他有经验了 他从一胎全挂 后来五六只戴了 下一胎再出来一百只全带起来 他有经验了 对 我告诉你 我另外那一堆地图正好又生了 他有帮忙带吗 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怎么做 我拿个管子 我把刚孵出来的 那个地图的 这一胎不多 六七只而已 交给那个有经验的 我给他吸出来 吸到红盖那边 让那个有经验的 混在里面养 让他活下来 让他活下来 对 我跟你讲这就是我 我不是专业的渔夫 我不是专业的养鱼的人 我会做这种事 我跟你讲连 我们家小孩 听到我这样做实在太佩服了 老婆 你太讲了 原来现实的丑小鸭板 居然在我们家出现 你懂意思吗 他爸妈不会带 我把它吸出来 但是放在 可以活下去的环境 我跟你讲 刚过去有没有 他就 本来现在 他们鱼生出来 就会黏着那个生 鱼游在他附近 怎么突然五六只出来 没有游在里面 贴在玻璃上 你知道吗 那个 那个济养 济养的那个父母 看到 那一对鱼看到 怎么会有几只趴在那边 对 怎么有那几尾在那边 黏在那边 嘴巴给他吸起来 吸起来 放在嘴里 然后怎么样 一点一点长布 然后吐在他身边 就开始 把他当自己小孩 对 当自己小孩 他分辨不出来 因为小时候 几百只小孩 长的都一样 长的都一样 这叫怎么样 狸猫换太子 好 我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个 是 现在股价都跌下来了 对啊 好股坏股通通下来 长得漂亮的 长得丑的 都是很烂的价 都是很烂的价格 看起来都一样 我告诉你 这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 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 连狸猫换太子 我都可以给你用到股票里面来 对 就跟我讲说 石头换钻石 你要利用这时候嘛 不然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子 现在大阪不是跌一百多点吗 对 指数不在破底吗 你发现指数在破底 个股不在破底了 有大人进来了 是 就会这样子啊 没错 当你还在纠结你的北极星的时候 你去最右上角 我是带着会员怎么样 右下角 山头携照 买啊 今天开地买啊 对啊 所以其实 今天开地买 就算不放 不放到明天 当冲都赚了嘛 对 因为他今天有先给你有机会 今天这一张当冲 一张随便都是 随便五六千一万 多的话到两万都有 这个时候你懂得狸猫换太子的话 跟着建成老师 老师帮你换一下调一下 你马上就豁然开朗了 机会就在你手上 那我现在要问你嘛 加入light群组 你要现在搞清楚 你现在手上的是狸猫还太子吗 你看不懂 让老师帮你看 加入light群组 我的节目你看那么久 我的心法你还没学会吗 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让你狸猫换太子 就是这个moment 什么机会 才有让你狸猫换太子 就是在这个最恐慌 然后满天立空的时候啊 你有机会让你狸猫换太子 就是家里大人不在的时候嘛 这样你懂了吗 你什么时候才有办法 让狸猫换太子 就是大家都 都跑光光了 不注意的时候 你就去动个手脚换一下 这个时候赶快请老师帮你换一下 加入light群组赶快来先家 你要不要离猫换太子 想换的 想换成这样 这一型的 同样都一样 三头斜照 是 同样都是三头斜照 7月份的M31 一个-43都出现了 对啊 7月份的M31 这涨了就这一型啊 你这边不买啊 对 我说不要买 不要想要买最低啊 对不对 那我这一档 你昨天去砍掉了 你不是哭了吗 你去相信那个台股会6600的 你不是哭了吗 我告诉你 还没来6600之前 他已经先涨50%回来了 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 对啊 你看那时候 国安基金说不护盘 大盘崩下来 如果M31 那个时候你把它砍掉多可惜 可是如果你抱好来 后来呢 行情上去 M31冲得比谁都快 来 这一档马丁 你记不得我 跟你讲那个什么 这一个 阿达 Love Lens 对 记不记得他 我当初怎么跟你介绍他 我说 记不得这一张 有 回答要推AI旗舰绘图晶片 是 台积电要吞4奈米大单 有没有 有 来 这个AI绘图晶片 跟台积电合作 对 他推这个旗舰的晶片 有没有 有 我给你讲说 他用这个阿达 Love Lens的数学家做命名 对 把你讲这故事讲了一堆 对 对不对 然后呢台厂 有一家公司会打入他的供应链 第四季有望回温 是谁 这个红框框 来 第四季什么时候 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 对 对 明天过后 就是第四季了 对不对 是 来 如果第四季回温 是 股价最低什么时候 就第三季 第三季 那第三季是不是过了 今天最后一天 那股价最烂 是不是就营收最烂的时候 就是第三季 那营收最烂 就是有机会让你买股价最低 最甜的时候 那你股价最低 营收最烂就是股价相对低给你买 你不买 你要等到回温了 营收再上来了 然后股价再上来了 然后你看到M31 股价从200到400 你才要400再去买它 对啊 这哈啰吗 嗯 不疼啊不疼 老师讲了这么多心法 教了这么多绝 这么多例证 说了这么多给你听 好朋友们 现在真的要懂得 老师 可是买了还是跌啊 你现在已经在相对低点的位置 能跌再往下空间有多少 空间还能有多少 你没有办法忍受跌 你就不要买股票 我说真的 无常是常态 无常是常态 这是一个相对嘛 你再往下空间能有多少 但是你往下的空间 我是不是给你盖起来 那天很多人来问 对不对 我们会问这个是哪一个 就他 马丁啊 你有问我们都跟你讲马丁啊 对不对 好 那你今天再来问好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他长起来了吗 为什么 因为马丁修好了 哈哈哈 老师有给我看 老师的马丁现在很细吗 你知道吗 他现在是双色哦 双色马丁很漂亮哦 我的马丁修好了 修好了 那一条马丁可以买一台车哦 光光那一条保险杆就可以买一台车哦 好朋友来 刚刚老师那个红框框 来我插播 你想要吃的红框框 你赶快加入light群组 来问一下我们服务人员 你现在还来得及 小老鼠HIH888加入light群组 红框框来问 这样看得到吗 这样看得到吗 看不到 但我看得到 他的那个车就是你知道 变色了 对 这样是两截色啊 那是最时髦最流行的 很多人法色要去染两截色 老师那个马丁就是脸颈 我让他碰到脸书去好了 真的 我跟你说 你在路上如果看到那个两截色 就是建成老师 你可以去揽老师 老师我要看你的马丁 就是他 就是他 奇葩 很多人告诉你说不要往下买 很多人告诉你不要往下买 我干嘛不往下买 我不往下买我才阿呆好不好 我不往下买我才阿呆好不好 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讲 来 你看我节目一段时间 我们告诉你说你要存股 对 我说存股不要去存什么 金融 我说存你要存什么 去世成长的 下一个十年 对有大爆发性的 有大爆发性的产业 对 我说每一个时代 都会有不同的 都有那个时代会大涨的股票 对 我们广播是不是有讲 昨天讲有 昨天吗 如虹啊 是昨天对不对 对 昨天讲如虹啊 你去听我广播 我广播从podcast有 对 加入light light我们都有连结贴给你看 你可以直接点来听 昨天节目 好 没关系 我现在再讲一次 我每天一个小时都不够我讲 很精彩 因为我讲的是实战 对 过往的 过往的所有台股的 台股运行 我说每一个时代 都有代表那个时代的股 的主流股 对 刚讲说 你们当初看我节目 一段时间 你们都觉得说 对齁 如果我要大富大贵 我是要怎么样 富一世 我是要富贵一世 我不是要赚一时 是 一时的行情好坏 那就是一时的财富 那就是一时的财富的荣辱 有没有 盈亏 但是 你要长期的大富大贵 你要能够熬得过短限 一时两三年 所谓真正的有钱人 所谓真正的大富大贵是 你最后到进棺材 才盖棺定论 钱没被你花完 或者 花到你爽 一路玩到挂 那才叫大富大贵 钱任你怎么花 那才是你的大富大贵 对 不是就这两年 红尘来去一场空 对不对 那叫怎么样 那财富只是过往云烟 不然几十亿的少年还生 几十亿也都 他都不觉得大富大贵 不都扛出去了吗 对 对不对 好 那我说 你现在 这种行情你怎么大富大贵 不可能 你要怎么样 你要预约下个十年 我今年五十一 我已经可以退休了 但是呢 偏偏 老师要想 小弟我 我可以很满足 但是老师要炒鼓神 但是我不满足 对 炒鼓神的路 我跟你讲 我其实我已经退休了 我现在 你不要看我在上班 但是我现在是在做 我做得开心的事 对 我现在在做 是在做打发时间的事 我说真的 我现在上班是在打发时间 你不要觉得我是来这边赚辛苦钱 不是 不然为什么有些人 对不对 入会之后 说好慢慢变富的 天天到晚怎么样 叽叽歪歪 我说你就直接退费 是不是 去年上月有退一个吗 所以我来这边是干嘛 我说我这边 我是来怎么样 佛度有缘人 我来跟你结缘的 是啊 OK 你都看好怎么样 决定跟我相约十年 对不对 相约十年黄昏后 干嘛 跟着我们在怎么样 金华 喝下午茶 跟着我在这一个 你去开游艇吗 淡水河 河口 对不对 路边龙树下 对不对 骑马乙邪桥 满楼红袖 有没有 还是你要跟我在淡水河 河口外 在游艇上面 对不对 躺在那边 享受夕阳美景 在日光浴 还是在那边船上看夕阳 都可以 是啊 这才是你想要的人生吧 你要这样对不对 对啊 那不是现在嘛 干嘛 这几年 就是你要开始累积啊 我说来 开始累积的时候 我们十年后 你跟我相约 一年领个他股息股利一千万 是不是 很够了吧 如果这样不够 另外再来商讨一下财务计划好不好 那结果呢 结果呢 你要 本来我觉得 如果这一波股价没有绷上来 那我们要往那个目标迈进 可能 预计是十年 预计是十年 比如说我现在放进去两千万 好 对不对 我现在放进去两千万 那 未来每一年 比如说我再增加两百万三百万 我的目标说到了未来 到了未来的这个 十年后 十年 可能我不用到十年啊 因为十年之后 有一次股票会大飙 对 所以我可能预计对不对 以这一波假设没有跌下来 我们讲说就是半年前好了 好 很多股票在半年前跟现在比 可能都要涨一半了对不对 都要涨一半了嘛 那要涨一半涨回去要多少 要一倍对不对 对 好来 那未来两年三年 本来我们预计可能要存七八年的钱 是 或者存五年的钱 然后呢 你来一次大行情 我们不要贪 好 可能就是赚一倍就好了 好 所以假设我给自己下一个目标 我在十年后我要存股一亿 对不对 假设你的目标是存股一千万 OK 好 那你的目标只要在这十年内 你存到五百万就可以了 五百万 那涨了一倍你就有一千万 一千万了 对 一千万 你的本够低的话 是 也许你的股利就可以领 五六十甚至一百万一年 OK 好 那现在来 我的目标是一亿 对不对 好 那我的目标就是存到五千 OK 那如果我现在已经存两千了 如果我现在已经存两千 那我预计怎么样 我还要再存三千 我还要再存三千 所以总共存到五千万 是不是 好那这十年你就给我一个行情 不用多不多 不要讲五千十年 其实光这两个月N三交不就一倍了 对啊 但是我们就是保守 对不对 我不要把话说那么忙 我不要骗你 对不对 我不要每天都划众取宠嘛 我们就说 低调保守 认真 认真 君子中日前前 我认真工作 我每个月花完的我就来存 对 未来五年 存到五千 然后呢 再到十年的时候 又像这两年一样 突然来一个大行情 对不对 大行情涨个一倍 一亿达正 对不对 我存五千万就好了 对 我存五千万就好了 然后怎么样 一亿达正 因为长一倍嘛 对 你们觉得长一倍很难吗 你现在觉得好难对不对 那前两年 每个都觉得好容易 对啊 天天追 对不对 在新冠肺炎319到去年五月 这一年当中 对 怎么追 被套还是解套 当然 去年五月之后 怎么追 怎么套 对啊 你要想新冠肺炎那时候是8523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养兵千日嘛 不用再一招嘛 是不是 对啊 那我刚刚我把我规划讲完 对不对 可是呢 我刚讲的是半年前的情况 是 可是现在不是腰斩了吗 对啊 现在是跌了 好来 好来 来 腰斩 你觉得恐慌 你觉得恐慌 你觉得不好对不对 对 那腰斩不是可以帮助你提早实现 你要财富 不是可以提早实现 因为腰斩现在股票 更便宜 我是巴不得它跌更低耶 你可以 为什么 因为 同样的资金 假设我已经买两千万 我还有三千万要买耶 可以买到三千万 我问你 那三千万要买 你希望买多少 你是不是希望你可以买很低 更便宜更多这样 你是不是希望你可以买很低 嗯 懂 那半年前跟现在的股价差五十%咧 对 那我现在如果 后面 我再一次给他买下去 我要等十年吗 不用 你可以提早 不用嘛 不用嘛 本来我要预计十年嘛 可是怎么样 再跌下去 那搞不好五年就提早达正一亿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股价更低 对 对不对 更低啊 那到时候涨上来啊 那就不是一倍啊 那会更快喔 半年前的股价 我预期他涨一倍 现在跌下来五十%了 可能涨一点五倍两倍 到时候上来不是一倍了 两倍都有可能 不止两倍 哇 变四倍了 哇 你的人生大富大贵的机会 为什么 半年前 对不对 半年前预计报酬率是一倍 是 那就是假设半年前 我看到那时候的股价是一百块 好 对不对 那我预计几年后他涨到两百 嗯 那就是赚一倍嘛 对 可是现在不是一百了咧 跌到五十块了 现在跌到五十了嘛 对 那五十你现在买 对 一样到两百那是几倍 四倍 那是四倍嘛 哇 所以本来你要十年达正的 你不是提早五年就达正了吗 所以跌好还不好 好 当然好啊 懂了 那老师可是我没钱啊 那没钱你会不会明年您鼓励 嗯 鼓励是不是钱 是啊 给他买下去啊 对 这就是复利啊 懂 那不然为什么有人才几张台积电 放个二十年之后 哇 对不对 五张变十张 对 明白 而且五张变十张 五张那时候股价还是一百两百而已 变十张的时候 上去的时候 还是六百全部都赚 而且是大赚 对 大富大贵就是这样来的啊 明白了 不是吗 那为什么你看跌你都不要呢 嗯 我怎么看跌我就心里很开心呢 提早 本来讲好到六十岁了 可能五十五岁就会达正了 跟老师一起预约 不是吗 跟老师一起预约下一个十年吧 所以你这时候才能怎么样 嗯 同样一笔钱 对 你可以买更多张 让他发挥更大的效益啦 好不好 加入Lite群组啦 跟老师一起预约啦 我每天都在跟你讲观念 对 但是呢 你能听得进去 你们都喜欢被台面上很多 其他人恐吓 做的花花绿绿的图 花花绿绿的字 然后呢 恐吓你 嗯 对不对 高点再讲存骨 低点就不存骨了 我就觉得搞不懂耶 高点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存骨达人 低点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怎么样 过街老鼠 拼命砍 赶快改变 赶快改变 你现在都还来得及 你这样怎么会大富大贵 你现在都还来得及喔 马上进入全新的第四季了 第四季还刚开始 一切都刚开始都还来得及 来今天大盘跌一百多点 对不对 来得及来得及 好 这个 马沙拉底 马达利股 好 也是红 也是涨3% 今天因为每股大跌大家都下对不对 对 昨天是肺半大跌 肺半大跌 科技股跌 开低 但是却走高了 开低 走高 三低堆跌 我们没有航运嘛 所以我们用跟航运在那边纠结嘛 但是我已经跟你讲到前面了 我说三头斜照 是真的 这个地方不买 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你不知道等到过两天 它像M3要在这边的 你才要再去买它 那又要在干嘛 你们总是要这样子嘛 是不是 所以我说做股票难吗 不难啊 就这么简单啊 这个机会现在就在你眼前 低点黎木海你要去买高点 重点我不乱选股 我选的都是股毛独期 趋势成长有竞争力的 我讲的股毛独期就是它在这个领域 技术性 它是它的顶尖 对 对不对 这档股票 台积电他自己讲了 未来看三大趋势 其中一个趋势 是3DIC 所以我们从这个趋势里面 我们找了一档 我就跟你讲死报 活报 报警来 我就给它报到 报警处理 你们最后每一个都怎么样 大富大贵 大富大贵 真的 你要愿意跟我报了你就来 是 没问题 你要做短线的 来百元价差这边先来 你要做短线的我早就讲过了 急功近利 左匆右匆 误入此门 急功近利 请走他路 对不对 喜欢追北极星 你就去追 是不是 500多块的药滑药 你还喜欢去做的 你去做 这几天什么杀得比半导体还凶 生计骨 不是吗 有谁可以 大盘如果真的不好 有谁可以幸免遗难 你看一下精华 今天最后一天了 赶快把握 要做藏间就要做了 现在不做 来 先冲高 你看 昨天拉到 今天拉到199 对 一拉上去就下来了 对 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 高处不胜寒 对 你为什么之前不跟我做那一段 那现在呢 每天这样上上下下 来到上酒了 这样做 你很心安吗 头信都还没走 是啊 当他走的时候 就一直砍下来了 同性殿不就是吗 同性殿 这就已经到95的利剑大人了 来 天天砍 看到没 头信 都是头信 天天砍 他什么时候砍 他是往下砍 然后呢 他是往上买 阻力都是这样 特别是头信 往上买 往下砍 散户 最大的散户 可是股价也是他们这样弄上去的 也是他们这样弄下来的 你跟他差别在哪边你知道吗 他砍的是别人的钱 你砍的是自己的钱 懂了 他砍的是别人的钱 他追的是别人的钱 是 但你追的是你的钱 你砍的是你的钱 懂了 基金经理人绩效不好 薪水造灵 只要跟老板关系好就好 我再讲一次 基金经理人绩效不好 薪水造灵 只要跟老板关系好就好 严谨与词 老师 OK 好 我们已经讲两句了 好 所以最后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了 最后老师 还是提醒大家了 你就是跟着老师 我们山头斜照 好好的去相言 三档超跑股 在这边等着您 明天开始全新的第四季 全新的机会等着您 这档保时节股 题材都告诉你了 有 反正我就跟你讲 这都是未来的趋势 好 所以你有把握机会 股价在这边打底 股价在这打底 山头斜照 你看看这个山头 股价在打底 斜照 有没有 对 这是大户筹码 为什么大户越买越多 对啊 不离不弃的买 在高点的时候 大户筹码很少 对 这是千张大户 千张大户通常都大股东 对 来 人家吃买不停 你们在砍 人家买不停 一只吃 一只吃 人家为什么敢这么吃 里面一定内有玄机 好不好 不要问 你会怕 所以直接加入light群组 直接来 和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请教 这三档超跑股 以及刚刚那个 红框框里面那一档 到底是谁 想知道加入light群组 来问 昨天才讲 我才用M3要跟你讲 对 对不对 你要买在哪 你要买在哪 买在这边你会危险吗 不会啊 买在这边疊下去就是几块钱 但是涨上来 那几百块 你要哪一种 你还要眼睛盯在这边 外面的消息 外面的恐吓 去怎么样 去打乱你的节奏吗 眼光放远一点 那你当然赚不到钱啦 但是对我而言呢 对我们会员而言呢 对不对 这不就是 你的机会点 创造下一个大富大贵的好机会吗 没错 你不是在这边 创不到大富大贵的机会 你要在这边创造 那你就算买在这边的人 你不要担心 好吗 好 你不要担心 为什么 M3要 M3要已经告诉你了 明白 对不对 你就等着回到这边就好了 股价会还他公道的 好朋友 你就等着回到这边就好了 几倍你知道吗 几倍你知道吗 五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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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好朋友 叠这么深了你还不要 你想不想要 想要自己加入Lite群组 小老鼠HIH888 或是手机扫一下QRcode 来跟着老师 现在真的是来到最甜的价位 来到甜蜜区的时刻了 老师都已经要挥棒了 球棒都准备好了 全新的第四季 等着您跟着老师一起来 挥出甜蜜全力打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头骨 陈建成分析师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